我是伊恩 這幾天是睽違兩年的台北自行車展 現在我就已經到了南港展覽館外面 準備進去看看有什麼新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囉 這支是X-Fusion H3C彈簧後避震器 它主要是用在下坡跟ENDURO上面 TRAIL其實也可以用 這個是有踩踏平台的版本 這邊有三段 可以全開然後中段踩踏平台 這邊還有低速壓縮可以調整 下面就調整REBOUND 那這個是應該是屬於比較ENDURO TRAIL的版本 那如果是DOWNHILL的版本 這邊呢就會變成高速壓縮 就插在這樣子 這個是X-Fusion H3C 這一支是X-Fusion E-Manic 就是電子無線的伸縮作感 因為現在還是保密階段 所以呢影片我就上馬啦 那到時到CR特色會正式發表 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如山真面目 在TOPIC這邊看到一個非常神奇的自行車 腳架 你看這邊有接了一個線 它其實就是一支巨型的伸縮作感 我們請月華幫我們示範一下 什麼叫巨型的伸縮作感 好腳踩下去喔 你看 輕輕鬆鬆 你就可以把整台車舉起來 這個對 車墊真的是超友善的 那如果壓下去呢 再請月華示範一下 也是一樣腳踩一下 解開鎖定裝置 然後就可以輕鬆的降下來 哇真的太方便了這個 輕輕鬆鬆啊 TOPIC最新的JOBLO 2B 2 STAGE 然後這看起來呢 就是一支打氣頭嘛 沒什麼 但是呢 它的頭這邊很有趣 你看打氣頭 一般我們在打氣的時候 需要把氣嘴中軸把它轉出來 轉鬆之後在這個打氣頭再接上去嘛 但是呢這一支你看它中間這邊是透明的有沒有 這個你就是氣嘴頭 中軸都不用動 這一支先把它推進去 鎖定 氣嘴中軸之後 拉起來 然後就可以進行打氣 用無內胎用補胎衣 你可能氣嘴中軸拔出來會噴啊 會什麼的 但是你有這個你就不怕它噴了 因為都是噴在這個裡面 所以就可以保持你手的乾淨程度 所以這個第一次看到這種設計也很有趣 然後這一支叫2 STAGE 就是因為它可以打兩段氣壓 它這邊有一個閥門 這邊有寫0到... DOS 這邊有寫0到30 就是它打到30PSI 那如果你切換呢 切換到2檔 它就可以從30打到160 因為登山車跟公路車 它所需要的氣量跟氣壓都不一樣 那如果你有一支這個呢 基本上你兩種車都可以解決 在WTP的攤位看到一個熟悉的面孔喔 這邊都是他們的贊助選手 在這邊 看到熟悉的面孔是誰呢 大家應該認識吧 WTP這邊他們有出了一組新的人組 叫做就是我們看到這個CZR 然後他有出給GRAVEL用的 叫做內寬寬23 然後還有出給登山車用的這個 內寬寬30 然後它是碳鮮框 然後這組在國外的評價是蠻不錯的 因為它的價格呢相對比較親民 那雖然它沒有非常輕 但是它的剛性強度很好 就是據國外的網站測評呢 經過摧殘之後 都不用去調整這些鋼絲的拉力 就它維持度都維持得很好 所以這一組可能是想要入手探仙輪組的朋友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讓完全你都沒有騎過的朋友也可以來騎 那就我完全的帶大家體驗 稍微提議一下OFROD怎麼樣 我現在在一個叫做AeroZine的攤位 那這個牌子呢 大家可能在一些車店都會看到它有一些補修品 那像我自己以前就用過他們的大齒盤 那我在這邊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這個腿組這個曲柄 你看這個曲柄它的開孔竟然是橢圓形的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後面 原來它是在配合這一個 就可以調整你裝踏板的位置 它有一個5mm的一個調整空間 你這樣子裝的話 它的踏板就可以裝比較下面 那如果你把它這個塊呢 把它翻過來 你的曲柄就可以往上調5mm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聰明的設計 好現在在FUCHI這邊的攤位 然後看到一個從來沒看過很妙的東西 它就是快拆中的快拆 快拆加快拆 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一下 因為這個一般大家看到這個餅 就知道這是一個快拆的輪軸 但是為什麼叫快拆中的快拆呢 來我們請Eason幫我們示範一下 有沒有快 它這邊完全不用轉 就是靠一個卡榫機構 只要這樣一轉 就可以馬上把走抽出來 我們再請Eason把它裝回去 你看有多快 你只要對準 好裝好了 這是不是快拆中的快拆呢 其實今年台北車展因為疫情的關係 前兩年是都停掉了 然後只有線上展 那今年算是第一年回歸實體展 所以其實規模又比較小 然後進來的廠商比較少 慢慢回歸正常 那希望到明年的時候 就可以一切跟以前一樣 就很多人很多東西可以看這樣子 去看一下 別擔心 那我來這裡 我來這裡 我來這裡 真的想說 我來這裡 請你一切 我來這裡 你一切 你突然間 你應該去我 你招待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